第四十五屆 打卡拉利賽 圓滿結束 從沙地阿拉伯的紅海岸到博斯灣 兩輪跟四輪的車手跑了十四個賽段 總共將近五千公里的里程 摩托車方面 巴西的Lucas Morris拿下季軍 也是三十五年以來 第一個站上頒獎台的菜鳥 阿根廷車手Kevin Benavides 拿下他第二座摩托車冠軍頭銜 跟他的KTM隊友Toby Price之間 只差四十三秒 這也是打卡拉利賽 史上成績最接近的摩托車爭奪 四輪方面 Sebastian Loeb在週六的賽事後 拿下連續六個賽段勝利 可是衛冕冠軍Nassar Aletia 仍然成功保住他第五座 打卡拉利的冠軍頭銜 週六第十三個賽段 總共一百五十三公里沙丘的賽事 Aletia當時在第二的位置 Loeb應該是可以連裝到週日的 結果Aletia是以一小時二十一分鐘的領先優勢 拿下週日第十四賽段的勝利 也讓他拿下了二零二三年打卡拉利賽的冠軍 九度WRC冠軍的Sebastian Loeb 連續第二年拿下打卡拉利賽的亞軍 經過了十五天的賽事後 Aletia是以八十分鐘的領先優勢 拿下冠軍 他這第五座打卡拉利冠軍頭銜 已經超過了Ari Vatanen 再來就是Dakar's Greatest Champion Stéphane Petrhancel的十四座冠軍了 今年的打卡拉利賽雖然結束了 不過W2RC World Rally Raid Championship 還有試戰的比賽敬請期待 我們看到的打卡拉利賽算是功德圓滿的結束了 不過FORMULA E可是嶄新的賽季舉行 前冠軍Luca Degrassi在今年首在墨西哥市的排位賽中的最後關頭 從Jake Dennis手中奪下了甘位 Dennis雖然在四強之爭時 比翼有些破損卻仍然超過了Pascal Verline 儘管如此這個嚴重受損的比翼 卻使他爭奪甘位的希望破滅了 結果曾經在此贏過兩次 來自巴西的車手Degrassi 做出了1分13秒575的圈數 以2.91秒之差奪下了甘位 Jake Hughes則是被Dennis以些微的秒數超前 只做出第三的成績 而Andre Latour則是以第四的成績擠上了第二排 週六正賽 Jake Dennis從甘位起跑的Luca Degrassi手中 搶下了這一勝 他是在第十二圈第二次Safety Car出來的時候 超過Degrassi之後呢就帶開了 經過了41圈的賽事之後 奪下他生涯第四個FOMULA E的勝利 而去年曾經在墨西哥奪下勝利的Pascal Verline 雖然從第四位起跑 卻能夠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奪下亞軍 Degrassi這位兩度冠軍的車手 全場都感受到Jake Hughes 與Andre Latour從後面給他的強大壓力 最終還是守住了第三位 Luca Degrassi他堅決表示自己已經將車的性能 發揮到了極限 才能夠頑強地守住了FOMULA E在墨西哥的第三名 儘管他無法守住Jake Dennis 與Pascal Verline從後方來的亞歷 但是他終究還是登上單獎台 而今年企圖尋求衛冕的2022年度冠軍 Staffel van Drone最終只拿下第十名 得到了一分的幾分 2023年FOMULA E電動方程式賽車 墨西哥讚的成績呢 Avalanche Andretti Formula E的Jake Dennis 是以58分25.974秒拿下第一 而Porsche的Pascal Verline 他只差他7.816秒拿下第二 而排在第三的是Mahindra Racing的Lucas Degrassi 車隊積分方面 Avalanche Andretti Formula E目前以38分排在第一 Tag Hoya Porsche Formula E Team 24分排在第二 Mahindra Racing 18分排在第三 好 那FOMULA E第二回合的賽事呢 會在沙地阿拉伯的Diria 那這會是在1月26到28號 所以了 看樣子的話 我們大家在那邊過春節的時候的話呢 FOMULA E他們這些車手跟車隊 可是還是忙的咧 對不對啊 好 咱們今天的這個單元呢 到這邊又到了該說再會的時候 不過不要走開喔 因為稍後還有更精彩的 體壇觀車站等著你